哇 我要940940了 你有病嗎 原來你在講全民瘋強的00940喔 那我可以對你 哇 利歐 我要那個香香股的奶奶啦 我要 我要 其實我覺得ETF也是一個好產品 但重點是你要採取一個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秋海嗨 讓我們一起秋海嗨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Doris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古名當家的Leo 大家好 我是李歐 Leo 你知道你今天在哪裡嗎 不就是秋海嗨的錄影現場嗎 錯 這裡比海嗨還要讓你更海嗨晃腦的喔 是大型嬰兒房啊 Doris 你今天又吃錯藥了嗎 你沒有聽到一堆在哭鬧的 搶要搶黃金奶嘴的寶寶們嗎 他們一直像巨嬰公仙奶奶呢 越來越肥了 好像有點吵啊 難怪這好像耳朵有問題是不是 就是 哇 我要940 940嘛 你有病嗎 原來你在講全民瘋強的00940喔 那我可以對你 啊 Leo 我要那個香香谷的奶奶啦 我要我要 先去旁邊刷卡 買奶粉要錢 好啊 那我去旁邊默默喝茶好了 你確定你只是要喝茶 不吃點豆腐嗎 要啊 等一下 停格這個動作 我撒錯了 欸 救命啊 我被吃豆腐了 被打骨折了 有沒有這麼誇張 你是要騙健保費吧 講到健保費 其實ETF買了就不用繳二代健保 它好處非常多耶 欸 你不要誤導觀眾好不好 同一人 同一檔ETF就算是不同的帳戶 單次的股利合計超過2萬元 都要課二代健保補充保費2.11% 除此之外呢 股息還要納入個人的綜合所得稅裡面去計算 另外ETF領到的配息 只有股利所得才要課稅 來自收益平准基金 還有以實現資本利得 這部分就不需要再課稅了 蛤 原來有這麼多 相關的規定 我還以為買了ETF 我就可以存到產 不用再找錢給政府了 夢裡什麼都有 唉 我還是活在自己的Wonderland好了 我想說940可能會跌到10塊之下 我在進場 你知道嗎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414點 但是前一檔ETF939 天啊 今天已經破發了 哇 今天大盤大漲他都沒漲 還跌破申購價15元耶 只有悲傷 我看自救會都要開罵了吧 940會不會破發 我還真的不知道耶 蛤 那算了 我還是去陽明山爛醉Wonderland 先喝一杯好了 我再來這裡跟你 就嗨嗨了 難怪你今天有點ㄎㄧㄤ喔 不對 你每天都這麼ㄎㄧㄤ 你終於發現了 我跟你說啊 940要是破發 一定會很多人比我ㄎㄧㄤ 我只能說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大家都想吃投杏的豆腐 投杏不知道嗎 外資不知道嗎 聰明的人應該有發現 某些個股 現在外資正在偷偷 倒貨給投杏 這樣子 你還想吃投杏的豆腐嗎 央行總裁都明示了 小心羊群效應 那既然你說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那我就不去Wonderland了 現在呢很珠喜 我們自己先 先什麼 來 不是已經在喝茶了 你又要幹嘛 就是喝酒啊 對啊 我們要開始進入我們的遊戲環節了 對 你緊張嗎 不緊張 那因為你是特別來賓 我就讓你先開始吧 你先點 先點 對啊 開始 點這裡 點開始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這什麼題目 你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 還是你全部都吃 我雜食信了 我什麼都吃 雜食信 那所以你不吃肉 吃啊 什麼肉都吃啊 什麼肉都吃 所以你食人足 我不是食人足 哈哈哈哈 他吃豆腐 他吃豆腐 吃豆腐 可以嗎 剛才已經被吃豆腐了 哈哈 但我很開心啊 好 那換我 欸 我討厭的食物耶 剛好和你相反 我呢什麼都不討厭 我也不討厭吃豆腐 我超級愛豆腐 喔 然後呢 所以啊 剛剛你就被我吃啦 有事嗎 哎呦 這些問題就滿足不了我啊 我根本都不想知道 誰能夠滿足你好嗎 我是說 940都滿足不了我了 應該還有更會賺的吧 當然有啊 其實 我一直在說 買ETF 不如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買好股票 價值型投資 因為波段操作 其實你可以賺的更多 就像我們之前的川湖一樣 從400塊一路爆到1475塊 欸 一張大賺1000塊耶 一張不賣 起機自來 這就是最佳的範例嘛 超厲害 有神開派啊 我一直都是你的頭號熊粉絲耶 為什麼不是大粉絲 哎呦 因為這是我對你的愛啊 對你愛愛愛不愛 色色巴抖 太噁心了 來 給你問最後一個問題 太棒了 我來為觀眾謀福利吧 我呢 有聽到專家說啊 就是有推薦 投資小白一個組合啊 就是呢 00878搭配00922 欸 對了 你知道00878是什麼嗎 78 我不想知道那是什麼 你知道嗎 啊 你沒有跳進洞裡喔 好 我們回過來 組合的報酬率呢更高 波動度啊更低 風險報酬也比較高啊 那他的經理費還比較便宜耶 這根本就是完美全勝啊 那些我根本都沒有興趣你知道嗎 當你已經知道全世界的產業趨勢 就是AI會改變未來人類的生活方式 對 每超為一年漲10倍 嗯 輝達一年漲245% 對 那你去看標普500 是 一年漲30% 那你還是遠遠落後這些 目前世界上的領頭羊個股嘛 更何況你叫我去買一年8%的東西 我會瘋掉你知道嗎 那你就跟我一起瘋就好啦 哈哈哈哈 你自己瘋就好了 哎呦不是啦 我是要來問你 你應該會有更好的組合 當然啊 例如AI伺服器相關 水冷散熱相關 機器人 這些都是未來的主流題材 美銀證券指出 目前AI仍處於初期的基礎建設階段 未來5到10年 台灣的供應鏈將大有可為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超過9成的AI伺服器產業鏈 都是從台灣出去的啊 是啊 那台北股市上2萬也是剛好而已嘛 那會到3萬4萬5萬嗎 如果時間拉長 搞不好更高都有可能 你不要去預設立場 好 就像日本股市2萬 過例時高3萬 又來到4萬 道瓊也4萬 那台北股市2萬 那又如何呢 對不對 不要去猜 好 那你不覺得呢 高股息的ETF 它其實就是一個不知去向的茫然少年嗎 不會啊 其實我覺得ETF也是一個好產品 如果你是退休族的話 不會選股 那你只想要安定的領配息 我覺得OK 但重點是你要採取一個定時定額分批的方式 而不是一次就all in 滿倉 萬一被套住之後 你才有資金可以持續不斷的加碼嘛 對啊 像我呢 就不敢一次all in ETF 又想要多賺一點錢怎麼辦呢 很簡單啊 你就追蹤我們股民當家的 Line Telegram 影音頻道 加入股民當家 一起幸福理財 不要太激動 我知道和你一起幸福理財 可是人家也想要投資ETF 總該有個辦法不用花錢就可以升級嬰兒房吧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不然你再等看看 會不會有雙周配息的ETF出現 我有預感啊 很快就會有人推出 搞不好又大賣一波也不一定 所以你在說00944嗎 944不是雙周配 他還是一樣月配型 那後面的15檔有機會囉 接下來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真的就像你前面說的 有夢最美啊 那立友你喝完茶了嗎 我差不多要去做夢了 有夢最美 希望香水 等你夢到標股 你記得要通知我 沒問題 我一定會來感謝你的 那我們就謝謝立友今天的精闢分析啊 那無論是現在很夯的ETF00940 或是未來會很火的944啊 那大家呢 真的都要留意多看啊 或是來找 專業的分析師評估做判斷在買進哦 股市卻嗨嗨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學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同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做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 沒問題 由於